好我們接下來要看看眼睛的調焦 正常人看遠霧的時候 我們前面跟你講過看遠霧要怎麼辦 焦距人的眼睛就這麼大 所以人的眼睛可不可能把你的眼睛縮小 所以第一招是不能用 你的眼睛不會這樣等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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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變長要變短嘛不會嘛 所以第一招是不能用的 你看東西的時候正常情況也不會說把東西 待會進視也沒辦法就把它拿進 不然就怎麼辦 增加焦距 所以你不動東西就是要增加焦距 增加焦距就是我們的水晶要變得比較長 比較瘦 焦距就會變得比較長就可以看得到 好那如果看靜物就反過來 就變得比較肥就變得比較短 剛剛寫的看靜物的時候焦距要怎樣 縮短要縮短 人的眼睛不可能變長變突出來長出來不可能 所以呢這樣子 好那就是正常人就會去做這個調整 調整你的水晶體讓它薄一點 肥一點或者瘦一點然後呢適合你看的 靜物或者是遠物 好所以看遠物叫水魚變長 看靜物水魚變短 目的都是要使它的成像位置都正好落在我的視網膜上 我才會看到一個清楚的成像 如果我的成像在視網膜前或視網膜後 那我看到都是一個模糊的影像 所以人的眼睛會自然調整它的水晶體的焦距 來適合它所看到的近物或者是遠物 這是正常人 沒生病 沒有狀況的人是這樣 但是有人看遠物的時候焦距不能調 調不了了你的眼睛調不了了 你的眼睛不可能變長或變短 你的眼睛也不可能增加焦距了 所以就只有一招可以用了哪一招啊 把距離怎樣 物距縮短嘛 把東西拿靠近一點 所以這個人叫做得什麼眼 近視眼 那一定要東西靠近才看著叫 叫做近視眼 看遠物不能調焦的叫做近視眼 那反之如果看近物不能調焦的叫做得什麼眼 遠視眼 因為呢 因為 你的眼睛不可能變拉長 你的焦距也不可能再縮短 所以就只要把它拿遠一點 增加物距來調整 就是生病了 得到近視眼或者是遠視眼 遠視眼只能看清楚遠物 但看不到近的東西 原因是因為 眼球過短或者是水晶及趨率過長 你的眼睛太短了 所以人家人家是落在視網膜上 你是落在視網膜的後面 或者是因為你的焦距實在是太長了 所以他就比較適合看遠 適合看遠不適合看近物 所以就使成像落在視網膜的後面 越靠近焦點 成像越後面 成像越後面 那這時候怎麼辦 你這個表示你的是太早會聚太晚會聚 太晚會聚 對不對 所以我們太晚會聚 所以我們就要去調整它 然後我們前面講過了 調焦要焦距到正常看遠物的時候 焦距要拉長 要拉長 所以焦距長看遠物 焦距長看近物 所以這樣不行 所以我們就帶什麼 凸透鏡 因為凸透鏡有什麼功用 會聚光線嘛 對不對 所以你會聚太晚 我就裝了凸透鏡 幫助你會聚 幫助你會聚 所以我就帶凸透鏡矯正 帶凸透鏡矯正 那叫做遠視眼 你們得遠視眼的人應該比較少 我有碰過學生 但是很少 大部分都得了什麼眼呢 近視眼 你那麼愛青光眼幹嘛 近視眼就是只能夠看近物 看不了遠物 就是你的眼球太長 或者趨率過大 眼球太長 人家成像在視網膜上 你是不是成像在視網膜的前面 所以你會覺得有一些人近視很正常 可能眼睛比較凸有沒有 還比較長 然後呢 或者是你的焦距實在怎樣 太短嘛 剛剛講過了 焦距如果短就適合怎麼 看近物嘛 不適合看遠物嘛 所以 我們 那這個表示我是成像太早還太晚 太早嘛 所以希望你能夠先怎樣 發散一點 誰會發散呢 凹透鏡 所以我就帶凹透鏡矯正 所以戴眼睛你摸一摸你的眼睛的中間比較薄 所以你戴的是凹透鏡 你戴的是凹透鏡 OK 這就是方式 考試又喜歡考這些啦 要戴什麼鏡子啊怎麼樣怎麼樣 他這個人得近視眼還是遠視眼 然後畫圖來問問你啊 就這樣子 要了解一下 他的形成的原因要如何的矯正 如何的矯正 OK 好近視眼 請問你這個人這樣 這個人得近視眼還是遠視眼 你用那個其實你用我教過那個 成像越東西越靠近 成像就越後退 你就會知道他得了近視眼還是遠視眼 好 那他要戴什麼樣的鏡片來矯正 根據他成像太早還是太晚 你就知道他該戴什麼樣子來矯正 應該就這樣就會沒有問題 OK 小一位帥哥 有帥哥嗎 有帥哥嗎 26號 你用什麼 A 你選A喔 請坐 這個人在視網膜前表示成像太早 所以看不清楚 要把他移近 向才會後退 表示這個人得的叫做 近視眼 因為成像太早 所以希望他發散 所以要帶什麼透鏡 凹透鏡 所以我們要帶凹透鏡矯正 所以我們答案選A OK嗎 OK 有人有問題嗎 沒有 很好 請寫課堂練習 謝謝 謝謝